8月26日由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NGTC主办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支持的 信心信誉NGTC共建社会公信平台 2018上海惠民文化消费记 即城隍珠宝预运生活系列科普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户隆重举行 本次活动是为了响应习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 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 以高质量文化供给 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指示精神 通过社会公信平台建设 维护和保障珠宝首饰文化产业信誉 和公众对珠宝首饰的文化消费信心 践行NGTC 以科技推动服务 保障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管理职责 采访时 上海城隍珠宝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 胡敏奇先生还向我们介绍了 本次活动的三大亮点 本次活动可以归纳为三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 现场有八大展区 其中一片冰心在玉湖的玉湖展区 汇集了百把大师高品质的卢品器皿 充分展现了当代玉雕工艺 第二大亮点是 现场有八场专业的讲座 既有从业六十年的玉雕太斗李博生大师 为大家现场讲解他的玉玉生活 又有行业专家和大师为消费者进行专业的知识讲座 第三大亮点是 在每周的246更有会名活动 专家免费为消费者解答和鉴定各类的珠宝 在各位同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lift 重量五专家 二十三一140 herbs